第四節 回來了 第四節的光臨大台 是啊第四節 今天是星期四 第四的第四節 是啊 我回來了 你我講 還有啟人在這裡 我們繼續在這裡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講偶像 不是 為什麼 我們現在在這裡又不是 我平時就講阿Sobi 你不是講阿Yu 你不是講阿Yu 但是今天比較特別 今天不是嗎 今天不是 因為我們昨天去了首映禮 感謝MediaLink 邀請了二位視頻 我們就去了看首映禮 看了哪部電影 我們是不是先出了一張圖 先出了一張圖 我們就看了這部電影 《數碼暴龍靈異特別堅靈》 是呀 新的劇場版 新的 是呀 感謝MediaLink 感謝 好看的 好看的 還有超 我們昨天是首映的 首映 然後很多 很多人 真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首映的情況 我們先看看 我們看看 人山人海 是呀 超多 還有很多 Banner 指板公仔 動作 還有一大 背景 這個 我們昨天是在奧海城 The Sky那裡看的 是的 這個就是臨入場的情況 有達哥 達哥 還有Soco 是的 他們兩個密密針 哈哈 超多人 還有他一直都有接駁咪 一直都有訪問 一直輪流接駁咪 然後我們看完之後 他們都在那裡接駁咪 是的 所以到時一定會有達過他們 到時就看看 他們的宣傳廣告 我們先看看照片 有很多 有些指板公仔 是的 每個角色都有的 今集 今集主要的角色 中間的就是新角色 是呀 黑衣服的那個 是呀 就是雷 待會再說 是的 繼續下去 都漂亮 很多人拍照 有些小朋友很開心 我看到 是呀 我看波咪都在找小朋友 是呀 波咪找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說什麼 他說英文 然後我覺得 嘩 那個主持 那個不是主持 那個攝影師 在後面 他在旁邊 嘩 嘩 驚訝了 他以為中文跟小朋友說 他可以說 這部電影好不好看 然後小朋友說 The movie is really great exciting 我聽不到 因為他小聲 他只是用咪收 我就聽到旁邊的攝影師 嘩 驚訝了 他很害羞 但他用英文說 是的 他很害羞 那兩個小朋友很乖乖 很內斂 然後本來都不想說 要說話 我打算拍照 因為他有那些公仔 小小的被你拿著宣傳拍照 他就很喜歡那個角色 然後可能他就拿著 問他可不可以拍照 然後就說 你可不可以說一兩句 然後他就很驚訝 看完電影 想有什麼感受 對 有什麼感受 然後他初時不知道怎麼說 然後他跟他說 你講一點就可以了 對 講一點 電影好不好看 然後他就說了很多 英文說了很久 很厲害 很厲害 對 看看還有其他照片 對 這個我們 看這個我們 怎麼都要留影 對 對 然後還有一些簽名 我們看到 有些圖片是有簽名的 對 這個是大大的 banner 這個是進去那條路 對 很漂亮 然後下一張 對 這裡可以放大一點 左下角其實是有些 簽名在這裏 對 有很多簽名在這裏 對 這個是誰 這個是 嘩 我的驗眼 總之 對 這個是角色的 這個是很大褲 這個大褲CV的簽名 對 大褲CV簽名 對 有製作人 有導演 那些簽名 下一張也有 下一張就是 下一張就是另一張 因為主要有兩張的 放大 這兩張其實是日本那邊的 那你見其實那個時間上 10月27日是日本上話的那日子 對 香港是今天上 11月2日 沒錯 你差幾天 這幾個簽名就 一個是 右上是 這次的主角 對 就是水峰外衛的簽名 下面還有角色名 對 下面就是釘弓 然後另外左邊 釘弓就是他那隻拍檔精靈 對 那隻 烏科獸 烏科獸 烏庫摩 我記得是烏庫摩 因為我們看日文 對 另外左邊那個就是監督的簽名 沒錯 填口至狗 對 所以大家那些 就是會 很多人拍 我看到 看到有些簽名 就特別一點 對 再看看有沒有 下面還有 對 達過了 多漂亮 我拍照 正面 當然 看鏡頭 認識人是不同一點的 哈哈 就是 超開心 聊了幾句 對 再看看 他就馬上去 所以 所以 對 其實很多人在幾邊一起打咪 對 左右兩邊 左右兩邊開工 中間有些人在拍照 你自己自拍拍照 對 所以場面都挺熱鬧 然後Soco Soco 拍照後就馬上打咪 Soco 總之 好像有些日本戲 都會找他 因為他是日本人 對 他是一個來香港生活的日本人 他很過癮 對 看他的影片是挺開心的 其實我挺喜歡看外國人來香港 但他要講廣東話 對 這樣就會很過癮 對 看他的口音 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他 對 這個場面很熱鬧 非常之鼎盛 還有一些禮物 我們好像下面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展示現場 展示現場 展示現場 這裡 對 我們回來現場 我們先回來現場 對 我們回來 可以了 這裡 這邊 這裡 這裡 這張是我們的 氣扁 對 你看到有位置在這裡 立體 哇 我以為是不是要撕出來 對 我以為是不是要撕出來 對 它是立體的氣扁 原來很漂亮 我以為只有中間拿走 對 超漂亮 我以為是 後面就會有一些座位 一樣 對 兩邊一樣 但設計挺特別 它不是一張東西 可以動其 立體 可以動在這裡 非常漂亮 就是這個機甲龍獸 就是他們的合體 兩隻 聯展進化 沒錯 另外還有 這個我猜是首映禮才有的特典 應該是 因為我見 街是不同的 對 有三張 見街是暴龍卡 對 我們這座就是 純粹四張的主要角色 和他們的合體 它是原本的 這個就是 亂展進化的 那個 對 很漂亮的 而且我當時以為 每個是 一個隨便抽 對 我也以為是 因為一開始 它都輸了四款出來 對 我以為每張 會不會是抽蛋遊戲 對 我以為 一打開 四張有了 超開心 所以 非常感謝MediaLing 再次邀請我們 那這部電影說什麼呢 對 不如我們先播出一個 吹吹吹吹 對 回來 對 講一講幾句 講一講 這個故事說什麼 不會劇透的 我大致都是找回 當然不劇透 對 這個簡介那段 和大家講一下 即是我們今天會講的 基本上大家上網 就會找到電影的內容 對 對 評論呢 先講完介紹 就算透呢 我認為是我們自己個人的感官上 對 去到誰說就說 即是故事位 應該不會透過大家 放心 對 講的是2012年2月 即是說 是2002的10年之後 這個東京鐵塔相 就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數碼彈 這個主角 本宮大副和VC秀 在進行這個拉面修行的時候 突然遇到一個 人拿了一部爛了的布隆基 但他身邊是沒有數碼拍檔的 數碼精靈拍檔的一個謎之青年 古怪 今次的主角 戴和田淚 是瑞芳未偉去配音的 很適合我 他自稱 他現在的樣子 跟角色的樣子很相似 我們可以展示一下他的樣子 對 我覺得很棒 找他配音 熱之斑 這個就是他的樣子 這個就是他的角色 對 應該後兩張圖 有一張CV樣子 對 對 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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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些角色 非常適合他配 對 對 對 大家看看你 看他能否覺得 我怕他就劇透了 他自稱沒有數碼精靈拍檔 因為他就說 他的拍檔 阿烏科獸 就是阿丁功佩的角色 聲稱被他殺了 對 對 怎麼殺呢 就不劇透了 這個是你要入場看才知道 對 對 他還要說自己是世界上第一個 跟這個數碼精靈 建立拍檔關係的人類 沒錯 對 那麼 嗯 其實 你比太一他們 對 那麼 待會也會說一說 時序表 對 待會再說 其實 嗯 其實 我們看完了 現在講了 其實大致上 人們都會想問我們 就是 究竟拖東西好不好看 一定 對 首先就是問好不好看 因為 因為 因為這次的監督就是 填口自舊 其實他是01那套 20周年紀念作品 《Last Revolution》的監督來的 哦 《Last Revolution》也是很好看的 是啊 我自己超喜歡 基於那個評價 就是 廣大的評價 因為他很評多 對 就是說上一套 對 《Last Revolution》那一套 是一個 叫做 怎麼說 有一個定心院進去看 哦 是的 因為 因為 因為上一集大家看到就是 哦 一開始打這個鷹毛手 是 就會發覺 這套 那個制約組是有 有留意到 是 就是 本身有看01 有看過01才去做這套 是 是啊 是 當然 結果也是好看的 是好看的 真的好看的 我作為一個粉絲就說 還有作為一個會 你看到我平時做節目 你不如是考察 那些 那我就不是 我就是那些 我是小時候收播 看一下電視機看到 就是認識數碼暴龍 但是就不是很深 就沒有去到很深 就是知道是阿古獸那些 大概知道做什麼的人 這樣去看 但是我覺得是 完全是好看的 是啊 那麼 去到這一套 其實是收貨的 OK的 咦 考察團也收貨 是啊 因為呢 就是看得到他們的製作組 對那個原作 對02本身的原作 都很熟悉的 是啊 還有他這一次這一套 就是一個 帶出來的訊息 就是一個有私後空間 就是他本身想說的 OK 那這個我不劇透了 我就是 不問好一點 是啊 是啊 那些人會 那再會問另一個問題就是 這次感不感動 催不催淚 因為上次 拉西夫的問題 很多人看得到 是啊 那拉西夫的問題 就感動一點 是啊 這套就輕輕 輕輕 重點不是 就是他都感動的 我覺得都感動 尤其是有些位置 他是 就是他不刻意催淚 但是故事本身感動 對 那怎麼說呢 呃 不多不少其實是我們會抱著一個 我來講 我自己 我自己來講 是一個情懷去看 去進去看 嗯 那 但是 誰知道 這次不是那個情懷的重點 他裡面是有 就是 他有相當多的情懷 他對於粉絲有相當好的服務 是 來進化一些歌 進化歌 真的不得了 我覺得 這麼多道動畫 或是動畫作品 我最喜歡就是 即是Digitmon的進化音樂 即是雖然經常說 這些進化 用來是 浮時間 即是美少女戰士變身 那些 那又省一分鐘了 你每一次都是那個片 你也是那一段片 但是 那個 你進化的過程 就是整個故事的轉捩點 是 又不夠打 突然之間 第一次進化的那一刻 夠打 是 即是很重要的音樂 是 即是自由下跌下來 第一次有音樂 嘩 很重要 沒錯 這些音樂真的很重要 記好久 還有 我們現在又不是看動畫 即是它是戲 即是 講到很多年都沒有看 然後突然之間你入場看 你聽到那個音樂 是真的回憶回來 還有 片頭 即是 一開始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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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代表到 這個是數學部門電影 是的 即是Bolero 是的 這個是數學部門電影獨有 即是0102才有的音樂 是 我也是 很有感覺 當然就是 這個是對粉絲的服務 對粉絲的服務 對於我來說 因為我自己又喜歡 Classic Cold Music 我一聽到這些 我就會濕透 我就很喜歡 我就會 一邊聽 一邊有畫面看 我就已經 即是不會悶 這些東西 我就一定會很開心 是的 我第一次說 這個是丹王館來的 第一句 還要叫他帶回來 吹一次 吹Bolero 很長 吹一段 他這次是短了一點 沒有之前也很長 他這次比01那套是短一點 因為他想入OP 是 因為OP找回王林公司唱的 王林公司 真的開心 王林公司已經不在這裏很多年了 是的 那他有 可能留下了一個版本 就給這套劇場版 是的 應該因為做 或者其實他自己去rearrange 即是他錄就未必會有 可能 因為好像說這個企劃都有幾年了 是的 本身這套劇場版企劃多幾年 是的 總之音樂就是這一套劇的arrangement 是的 所以都是 進去聽歌都很開心 回憶 回憶 其實 那些人說我感不感動 其實 又令我這樣看 重點上 因為這次重點在新角色上面 是的 他會多了篇幅去講新角色 但看完其實未必 一個個會有 其實我覺得就未必 一個個會有那個體會的 嗯 因為 嗯 其實作我來說 這個輕輕有些奇臭 少少 但是 少少 因為作為我來說是一個獨身子 我是覺得有 少少 感觸的 是的 即是 他的那個 即是他的環境 家庭環境 是有少少感觸的 是的 那 我去到這裏就不再講下去了 那你是否感動到 那一刻 那一刻 那一刻有感覺 那一刻有感覺 我看到你有感覺 是的 我看到你有感覺 那一刻是 那一刻有一點眼淚 是的 我自己就 因為 其實 他這次 所以 為什麼說 不用 其實我覺得不用看之前的東西很多 即是你說要不要做功課進去 即是做好功課 我看前面的數學暴龍 或者我小時候有看數學暴龍 我這次才能進場看 那些 即是有時候會問的 當然啦 其實 有看過 有去 叫做有粉絲 即是你是粉絲 是的 有這樣的 對於前面的作品 這樣的知識量 其實是 一個樂趣來的 因為你看到那些彩蛋在你前面飛過 所以你就跟我說 我經常都說 有嗎 我記得畫面 但我就不知道那個畫面是在致敬哪一集 是的 那些內容 但是我自己 你說會不會看不到這些就會沒那麼好看 又不會的 因為 那些是 bonus 對 那些人物會滾過 對 即是他有這些畫面 所以這些就是service 對 他們經歷過的人物是會在畫面裡出現過 即是他很喜歡 例如在新聞裡面 新聞拍著一個小朋友 小朋友裡面有一個電視機 電視機在看那些東西就是你動畫版的畫面 是的 即是他有這些細心位的 他會說回 他會放回 舊的劇場版 是的 舊劇場版的畫面 在裡面 是的 所以我覺得 但是 他因為這次的故事主線 是講一個新角色 對 所以其實他不是一個 需要你做很多功課 去了解的東西 即是他只不過是講一個新的人 新的故事 但是這個新人 新角色的故事 是可以混合到靈異這個世界觀裡面 又能夠保養到那個世界的設定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不用進去看 即是你不用看很多東西 但是你進去看就可以了 雖然片長有80分鐘 其實比起以前的 所有夢的劇場版來說 其實是長的 其實是長的 因為以前是 總之說是不不大電影 其實是三十多分鐘 這麼誇張 但是因為那個故事 以前的劇場版 電影版的故事 是基於本身的部分 嗯 但是這次 突然間要加一個新角色 哦 那他要更描寫 他的背景 是的 但是 你又覺得 他80分鐘 你好像坐很久 但是看他交代那個角色 那個劇情 其實你不覺得他很沉 沒有的 他不是很沉 他又很清楚 他又不沉 他是有一步步又來 即是他那個 會帶來情緒變化 即是他每一下 介紹全部 他可能介紹一點點 然後又降回現在 然後又滲了一點點回憶 是的 就是這樣 那你不覺得他很長篇 因為中間 因為有一點靈異特色 因為他們那幫人 就很喜歡 就是圍著討論 聊天 聊天 就是中間 就是兩邊穿來穿去 就是有回憶 和他現實之間 在講來講去 其實是 有 你不會覺得很沉 因為你看到靈異的人 就是習慣這個模式 你不是很習慣 你會OK 他們聊天 說那個世界怎樣 因為靈異他們那幫人的相處 其實跟靈異很不同 因為靈異那幫 你會覺得好像很胡鬧 那幫小朋友 日常感覺一點 是的 互囚一點 大家會互相疾來疾去 是的 因為他們會不對 但是靈異一 他們有不同的個性 但是他們如果有不對的時候 他們會特別是 不理會大家 不理會對方 其實靈異一和靈異兩幫人 其實是很大分別的 是 所以 其實你會覺得 有些人就會說 他不夠Lars and Fusser 有些人就會說 他比Lars and Fusser 是 但是其實就是 兩個感覺來的 就是看其實你喜歡些什麼 是的 他又對回 他又拿回去 哦 那為什麼 所以就是我說 他看得到 制作組的用心 嗯 他知道靈異想帶出的是什麼訊息 是 放得回去 其實靈異一是在做什麼 靈異是在做什麼 是的 就是兩個不同的風格 因為靈異很 叫做 是不是重於戰鬥向 還是重於戰鬥 還是重於自己 戰鬥畫面 是的 就是他的角色就好像個人主義 這樣 是的 因為其實 情形上 現在 太太和大和 是兩個 有些少少英雄主義的 是的 是 然後 到最後就是他 解開了一個分歧 才可以合到 歐米加出來 是的 是的 但是 另外這邊靈異就是 他的感覺就是 好像一群人一起 一隊人合作 是的 是的 一隊人 即是有個計劃 有個計劃 即是他們 不是一個人衝進去 那種 其實以前劇場版也是這樣 對上有一套靈異的劇場版 這個超好魔勢的反擊 即是敵亞魔勢的反擊 是的 他 阿京 即是其中一個角色 戴鏡的那個女生 是的 其實他是叫做 整個作戰行動的策劃者 是的 即是他比較老 是的 他是頭腦戰那邊 是的 策劃者 整個方案 如何去攻擊整個東西 是的 其實這次也有表現到的 是的 即是 他那邊 即是他們會戴耳機 然後互相說 有通訊 怎樣怎樣 就這樣 即是那種 靈異就是多些這些 即是他又拍攝這件事 是的 所以我覺得 即是如果你是喜歡靈異的話 即是你喜歡看開靈異的 那這一套你一定是會滿意的 還有講 可能講深一點 因為靈一和靈異的時間線有點不同 其實就是因為 靈一是講那個 那個數碼世界的基礎 數碼世界的出現 是的 然後就是 靈異就是講 已經有這件事 再之後怎麼發展 嗯 所以靈異其實 那個背後想講的是 人和數碼精靈的那種共融 是的 其實都是這一套戲的主題 其實 沒錯 究竟是 因為其實 靈一和靈二有少許不同的分別就是 其實靈一是 多個關係拍檔那種重一點 嗯 我覺得靈一是像 即是你玩RPG那種 你去看一個冒險故事 是的 去了一個新世界 一個Digit World 然後你就去裡面幫他們解決問題 是的 那就好像一個RPG遊戲 是的 但是靈二好像跟他們一起生活 是的 靈二就是一起生活 一個朋友 像一個朋友身份 跟他們一起生活 是的 還有會多說一些兩個世界的事情 是的 然後他又會 譬如 他會考究一下 兩個世界 譬如如果兩個世界都有Digit World的話 會是怎樣呢 會有些什麼問題呢 會不會可以呢 會不會混亂呢 他們之間會有一種產生的討論 其實他們有不同意見的 有不同立場的 是的 即是他們不是一面倒的 即是我們講講班角色 班角色他們自己都覺得 有些是好的 有些是不行的 這樣亂七八糟 這樣做 我們後果會怎樣呢 是的 但是又浪漫心臣 不是的 既然其實有這樣的關係 其實到最後不會破壞 是 到最後不會有事 是的 所以他也會有一點點危機 讓你感受到 是的 即是他這個決定會影響很大 但是你夠不夠膽擁有它呢 是的 夠不夠膽擁有它呢 就是看他們怎樣討論 是的 就是看他們怎樣 就是怎樣去分析 那個Digitmon world 以及他們的現實世界 那個關係 所以我覺得靈異是 就是看這些就會開心 是的 就是看他們怎樣 是的 繼續了解一下 那個世界是怎樣 那個是靈一和靈二 兩種不同的味道 再立體一點 將那個世界觀 是的 那個是 怎麼說 那個世界觀再擴大一點 是的 就是清楚一點 我覺得是 我覺得他寫這個故事 真的 很 很妙 他用一個新角色 之後他可以包回整個 即是兩代的世界 世界觀 之後再講回 我們大家都 經常都說 什麼被選中的弟弟 是的 但是他這一代就是 即是這一集他就會講 究竟 為什麼會有被選中的弟弟 是的 即是他可以這樣 即是寫這套戲 會包含這件事 所以我們可以出一下 這一張 時間圖 那這張呢 時間圖 其實就是日本那邊 電影上之前 他們的直前三方 都放了這張圖出來 就是解釋回 因為其實有朋友都問過我 即是最初我想找朋友看的時候 都問過我就是 究竟他是 在哪一集之後 究竟是 是很亂的 是哪一套 因為太多套了 因為0102 0304 0506 其實這個世界觀就是 0102 然後就是 究竟 0 0 03又關不關事 03就不關事 是的 03不關事 即是平靈宇宙 是的 我是跳過來說 是的 這個啟人 所以就可以講0102 0304 可能他消失了 他進去做 我進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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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這張圖 就是講 01和02的時間線 那就是 一開始 這個是想 就是想這套 02這套 對別檢寧 之前官方出的 是的 官方三放送 即是之前三放 他們 即是跟 大眾解釋 導引這套戲 怎樣進去看 這套戲究竟是哪一個定位 在哪一個時間 發生在哪一段時間 是的 那其實整套東西 大致上在 叫做兩個時間點 存在 嗯 那就是 一開始就見到 1995年 1995年就是這個 光之丘這個爆炸事件 即是滾球手機 誕生那套劇場版 嗯 即是01的前傳 就是所謂 是 之後的 96年就是 這個 路易 這個雷和奧克摩 即是今集的故事 相遇 相遇的時間點 是 之後就是99年就是01的時間線 是 之後就是 再到 00年就是這個 迪亞波手出現 即是 我們戰爭遊戲那套劇場版 是 那套 那套 完全完全在整個數碼世界中 最神作最神作那套劇場版 這套就是最神作的 是 再之後 去到02年 那就是這個 99年 03年之後 99年 03年之後的 02年 這個世界觀裡面 是 這個是02那套的世界觀 是 2002年 是 很亂 即是這個是TV版 這個是TV版 即是現在說 那個02年 不是我們現實時間的02年 是那個Digit World 那套劇場的 即是這套劇場裡面 這套劇場裡面 不是那個02年播放這套電視 是 是那個世界 這套劇場裡面 0102的世界裡面 裏面的02年 是的 他們的現實線 是的 沒錯 那再之後就是這個 03年了 這個叫 那套是什麼 呃 什麼 02年12月就是最後 即是02的尾 就是救了全世界 是 是 是 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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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迪亞波首的反擊 是 即是劇場版 你覺得 這個是02的第二套劇場版 可以叫做第三套 因為前面有兩套 是 是的 你一跳就跳到去 10年了 10年了 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上集了 是 上集的電影 是 再12年就是現在這套 這套劇場的時間線了 是 是 現實的時間線 是 是的 那其實官方就是為了 就是大家 折散了一些 就是沒有必要的 沒有必要的 是的 折散了一些 沒有必要的 即是如果你想 有些人說 我想看一些 以前的東西 才進去看 那我要看哪些 才進去看呢 那或者 那其實這套劇 這套劇 又未必要的 是的 我覺得真的不是很需要的 是的 那當然了 有些人就很想 就是有少許打定底 知道他在說什麼 或者是 回覆記憶 才進去看的 嗯 那其實 看01 中間呢 其實有一件事消失了 那其實那個消失呢 就是大家 官方都覺得 可以不用理那套 是 不用理那套 那個故事 那就可以基於這個時間線 可以進去看就行了 是的 已經足夠了 即是你有興趣就可以看這些 已經足夠了 是的 那個就可以 無需要去 特地開來看 是的 就不用看那麼多 是的 就幫大家減輕了 那個負擔 是的 其實我覺得真的沒有負擔 看這套劇 不需要進去看 就像那些 Marvel 我要看哪幾套劇 是的 我不喜歡 即是很老奉 其實我覺得 如果 Marvel 官方都有過這樣 我覺得會舒服 即是我要看哪幾套劇 我會舒服一點 即是最有關係是哪一套 是的 然後次要有關係的是哪一套 即是這套劇 即是這套劇 可能你看了01 或者看電視版的02的世界 是的 那些小小 那你再看一開始 為什麼他們會進去世界 那些東西 究竟他們怎樣相遇 是的 怎樣相遇 那些是甚麼人 那些是甚麼精靈 他們有甚麼關係 跟角色之間有甚麼關係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哪一個配哪一個 是的 中間的過程其實不是很重要 是的 那些就是動畫的內容 是的 那這張圖去到尾那個二七年 其實是02的最後最後那一集的結局 那就是在說0225年之後 大家的發展 是的 那其實在這個故事裏面 其實雖然說 上網的人說 我們現實時間還有幾年就到 但其實我們都要看這個故事 那個故事有十幾年走 是的 不過有時候是這樣的 那時候他們寫的時候 就沒有遇到那麼多 他覺得很後的 十二零一幾年的時候已經 是的 他可能寫的時候 幾年 九幾 99年 對 99年 因為我小學是玩PS的遊戲 玩最多就是PS的遊戲 即是Digit Monomero 然後那時候已經有了 那他寫 你想想他那時候寫寫 可能是2012年 或是20幾年的世界觀 那時候他已經覺得 那時候已經結束了 拍完 什麼都 不要緊 或者他很多時候都預言 什麼2012世界觀 就是他預料 可能是他預料 下一套是另一個世界觀 這套世界觀 可能已經結束了 現在可能是週年 或者是 是的 他怎麼知道這麼多 二十幾週年 會再紀念作 有新 繼續寫下去 又受歡迎 是的 即是他沒有預算那麼久 有時候定的那些年份 還有 真的很 叫做 多謝班制作人 因為他經常都說 遊戲 現在才再 做幾年前的 那一套 遊戲 那幫人 其實就是以前做的 以前玩的那幫人 是的 即是喜歡的時候 他又投身了這個行業 是的 接著他就做回自己 小時候喜歡玩的東西 是的 即是現在這幫 現在這幫製作人 就是以前 所謂的那幫人 現在就拍 所謂的那幫人 現在就拍了所謂的味道 其實可能他給自己看 是的 但是我就是 喜歡拍我想看的東西 所以他喜歡看《靈異》 他會拍回《靈異》的味道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上次《Last and Fusion》 就很《靈異》的味道 對 現在這個《Bikini》 就很《靈異》的味道 是的 《靈異》不是鬼 是《靈異》 OK 《靈異》 是的 這陣子是《Halloween》 要釐清一點的 大家有印象中《靈異》 經常都看節目講《靈異》的東西 現在是講《靈異》的世界觀 《靈異》 是的 沒錯 所以我覺得是 入場是 放心入場 又有特典送 對嗎 我覺得大家買 因為第一個例子 不同這些的 對 它有些閃的 它是那張 是暴龍卡來的 暴龍卡 是否可以用的 好像說不行的 好像設定死了不行的 它好像說就是描述 描述寫著 是不知道哪一次 比賽贏得到的獎品 但是它在下面寫就是 其實不能用的 只有那個人才用的 可能那個人就是沒有那句話的 我有少少資料上看過那張卡 是啊 所以現在大家去買票看這部電影 今天上 今天上 是的 立刻看 對 香港今天上 又有特典送 套戲又好看 又好看 所以是不需要擔心 虛戒的 你可以當一個小版 送一個小故事 而且它真的不長 又不是很重 80多分鐘 其實你不覺得的 是啊 很快 很早看完 80分鐘 是啊 超早 我們看完電影 都好像還未到九點 九點多 九點鐘左右 好像 九點鬆一點點 是啊 所以這部電影很輕鬆 所以又不會說 有時候很怕看電影 看得很哭 心情會抑鬱 又不會那麼感動到這樣 你不一定會看得到這樣 很輕的 對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 很輕量 這部電影完全不是催淚的片 我覺得是補完 我也是那句 最喜歡它是寫這個新角色 而這個新角色可以包到0102的世界觀 而且補多了東西 講得明白 主角是第一個 嗯 其實是 聽聽再鬥多一點 它有少許補完這個世界觀 是的 補完Digitmon這個世界觀 是啊 所以是很直接有關係的 我也覺得這部電影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喜歡Digitmon 這部電影我覺得是你一定要看的 我們可以再補完海報 其實海報也寫了一句 應該是第一張圖 再前一張 再前一張 就是黃龍甲獸那張 是的 我們可以放大它 放大下面 一些字 是的 我們看看 這個 蘇馬暴龍與被選中的孩子們 秘密即將揭曉 是的 多麼重要 經常都說被選中的小孩 是的 其實就算沒看過蘇馬暴龍的 都聽過這一句 對 被選中的小孩是不會沒聽過的 究竟怎麼來的這句話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是的 為什麼會有被選中的小孩 為什麼會揭曉些什麼 是的 這樣就要入場看了 這部電影非常重要 所以蘇馬暴龍的粉絲 一定要看 是一定要看 不是粉絲呢 都可以進去 不是粉絲的話 可以進去了解一下 看看你中不中 了解一下這個世界 是好看的 就是獨立一個故事來說 它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還有是一個 看得到的 少少感動的故事 所以又有熱血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是 值得入場看的 就是這樣 是的 差不多了 應該沒什麼講漏 我們今天 國立大台的時間 就到這裡 是的 我們 我們 再播放最後 最後那個很短的 短的傳播 我們就完成這一節了 我們再播放短的傳播就完了 感謝大家收看收聽 好 感謝 拜拜 拜拜 拜拜